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之前 西方就说 因为当时19年的时候 西方就大力批评 香港的记者採访 所谓反送中期间 人生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但是之前 傅国豪先生 当然他已经很不幸地离世了 傅国豪先生都是记者 他在香港 被那些所谓抗争者动手 也没有任何的西方组织 是为他发声的 他也是记者 所以都是 商标比较多 现在一个数据 他也是 令到很多西方的 领导人 不敢出声 原来2023年 总共有99名的记者 被人家垃圾了 在15年以来 最多的一年 香港其实 一个记者 都没有 离世 在反送中 在 修例风波当中离世 但是 但是发生在中东 的事情 就是这个 尔巴冲突 却有77名记者 是没有了的 为什么 你们西方的领导人 在讲香港时 说报记者 还有刚才说 那篇文章来自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有没有报这个 好像没什么说 之前那位有记者 是露透社的 离世他就有报的 但是好像这件事 就没什么说 所以这些商品 大家 可以有目共睹 原来 现在有 非刑理机构 他们就统计过了 如果 是 除去 发生在 尔巴的事情 全球 被垃圾的记者人数 是比前年少 但是 但是 对不起的 因为有尔巴 但是还有地方 索马里 菲律宾 离世的记者 因为 是不正常 离世的记者 是持续不降的 去年全球被垃圾的记者 比2022年 增加了将近44% 主要 是因为有77名记者 在尔巴冲突当中离世 当然 大家记得 之前战争 头三个月的人数已经这么厉害 亦都是力尼单一国家 全年 被垃圾记者的总人数 厉害吗 为什么不敢出声 因为 他是 以色列 在军事行动当中 他不敢出声 去年77名记者 是因为尔巴冲突 当中 是离世的 72名是巴勒斯坦人 其中 五人 有三个人 是黎巴乱人 两个是以色列记者 当然 无论以色列人 尼巴乱人 还是巴勒斯坦人 生命一样是这么珍贵的 巴勒斯坦记者在这场战争当中 承受巨大的损失 将对新闻业造成 长远的冲击 不单只是巴勒斯坦的领土上 在这个领域和其他地方也是 当 每有一位记者被垃圾的时候 都将进一步打击 全世界对于这个世界的 了解 不是全部记者都坏人 很多记者都好 其实 都是令到大家担心的 其实 在加沙 战争当中 离世记者 最新 刚才我们说的是77名 77名是去年 是去年 你想想 去年是77 现在总共多少 总共85名 即是 一月和到今时今刻 又是多了8个人 当然 现在记者就批评 以色列 这样做是不对的 同时 亦都在调查十几名 在加沙战争当中 离世记者是否被乙军 蓄意这样搞定 这种行为是战争罪 当然 以色列就说要摧毁哈马斯 回应去年10月7号发生的事情 乙军 当然也有截逊 他们当时10月7号 有1160名 人士是离世的 离世者多数 多数都是平民 当然这个都要谴责 哈马斯这样做 都是要谴责 现在 对于整个 中东局势来说 大家都相当紧张 其实刚刚 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 这三个国家 稍微不要跟着美国 他们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三方呼吁 立即 在加沙地带 的人道主义停战 要进行 声明也有迹象表明 以色列计划对拉法发起的地面攻势 是会造成 毁灭性的人道危机 现在也在造成 现在也在造成 美国秘书长古特尼斯的谴责 当然以色列也是强硬回应他 随着以色列军队 迫近 在加沙南部最后一个主要城市拉法 其实国际社会对于以军 对拉法进行 地面行动 其实大家都很担心 担心有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但以防强调 继续下去 没有动摇 他不管你的 其实 乙军也说 有包括已经 被释放的人 提供了可靠证据 就说 是不是真的 就说纳塞尔医院在哈马斯 一个在关押 人质的地方 这里或者 有很多人质的 逝者在那里 但是直到昨晚 乙军依然没有找到 活着的或者 是 没有了的人质 活着的和离世的都没找到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卫生部门也说 原来 乙军 是用滑挖机 就是 这个纳塞尔医院 是开挖的 由于近日 离世者实在太多了 很多世者没办法安排其他地方处理 只能够集体处理 也挺惨的 纳塞尔医院的医生 阿米拉 他也说 乙军之前的空中攻势 已经是对 ICU进行了相当大的攻势 之后 要求平民撤离 但是 你是动手才叫人走 很搞笑 纳塞尔医院在加沙南部 汉尼游斯维一 仍然在运作的医院 乙军 他真的不管你 你是不是治疗他照动手 乙军已经对这间医院 周围进攻多日 之后 亦有特种士兵完成攻势 乙军之前就说要开辟一条安全路线 允许 他是平民旺人道主义安全地方撤离 不过 其实 乙军近日来多次 已经想着向 逃离的人 查清楚甚至 有一些动手的迹象 他就说那些哈马斯的人 毛国界医生就说 由于 乙军朝著 一些人是动手的 开砰砰砰 究竟他们是哈马斯呢? 乙军说是 但你查不到的 正下来的 避祸的平民都不敢离开医院 所以这个所谓安全的通道根本没人敢走 没人敢往窗外望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卫生部门也表示 纳赛医院 其实有1500名流离失所的人 那就是他们最后庇护的地方 乙军 在医院的骨科部 其实 已经最少是辣一个人 还造成在ICU使用的氧气 是洩漏的 约他不理你 多少人走都不理你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卫生部门也表示 流离失所的人士在 纳赛医院是被和的 结果 想不到他们更糟糕 但又不敢走去其他地方 加沙地带已经是没有安全的地方 乙军说乙军之所以要向 纳赛医院动手是为了找人 是因为 哈马斯人员很可能就藏在那里 乙军也是拘捕了几十名疑似哈马斯的人员 其中有三个人承认参与哈马斯的活动 承认参与是乙军说的 不是那些人自己出来刑 他们就承认在10月7号 进行了向以色列南部的攻势 哈马斯 其实15号的时候也否认 在纳赛尔有任何的 行动 他们是没有理由出现在医院的加沙的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言人也说 乙军才是将医院军事化的一方 他们将医院变成了兵营 也毁了医院的南墙 从此攻进去 目前已经接近200人伤了 也没有食物 小孩也没有奶粉 也缺水 CNN也说 巴勒斯坦方面的说法 向乙军提问 但是乙军就没有任何回答 或者说你是不是说大话 他当然不会说 他现在不回答你了 他没有就没有了 另外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也呼吁 乙军要立即停止向医院的攻势 表示乙军虽然之前 表示医护人员可以留在医院 但依然是发动攻势 而且是不断的 在混乱的情况当中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离世或者受伤 机构人员就被迫逃离医院留下的伤员 无国界医生也说这个机构的一名人员已经在混乱当中失踪 估计人就没有了 另外一位 就在乙军设立的一个关卡是被扣押的 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 也表示 他们再次强调任何对医院的军事行动都应该被谴责 世卫也出声是世界卫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 也表示对于纳赛医院传出报道 相当震惊 表示医院是整个加沙地大南部医疗系统的关键机构 他也不得理 他只说有哈马斯 有哈马斯 不断发动攻势 就像记者那样 之前说记者很可疑 都是做很多动作 都是做很多动作 连以色列的盟友也对他的军事行动表示担心 好像是英国的 首相办公室也表示英国对加沙地大民众的 离势和受伤深感担忧 认为 以色列如果进攻拉法 可能带来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危机 也强调以色列有 国际义务保护 医院和庇护所等等的民用基础设施 他就说有哈马斯就不理 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 John Kirby也说 以色列应该出台可信 方案确保拉法市 超过100万平民可以安全撤离的 你差得你这么多照轰 否则 这些攻势就是拉法的 大祸事 你又不理 你还是被军被逼人 你真是虚伪到死 针对 以色列在拉法地区抗大军事行动 其实中国 外交部发言也说过 中方高度关注拉法地区事态发展反对和谴责 是令平民受伤和离势 亦反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呼吁以色列尽快停止军事行动 全力避免无辜平民出事 防止拉法地区出现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其实现在 金轮以巴冲突已经130多天了 多方也寻求出路 其实华盛顿邮报之前也说 美国和几个中东国家 现在就起草一份全面和平方案 内容就包括为巴勒斯坦建国构建路线图 但是CNN也说 多名以色列的议员迅速表示 以色列是不会接受这个方案任何的东西 亦表示拒绝的人 还不单是极有异的议员 他们就绝对不肯了 好,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嗯 assim